《重口味!挑戰底線》 《重口味》由三個短篇故事組成 單看演員陣容都算豐富 當中一班合串演員表現良好成為亮點 雖然在片頭以絞絕方式 讓觀眾不可以正常派到體驗 但打頭陣由王志堪執到掛著一件監製的驚嘩出夢 真是好像預告那樣說 挑戰觀眾容量底線 在短篇幾十分鐘裏面援禁你 比低做北民更加下流的冷笑話面身之善 將澤南和李神的故事草草交代 忽略主體情節鋪排 第二個故事《獨孤求愛》 陳偉霆和陳靖的黑夜運動過程 就未算驚喜了但都算OK的 最後由羅耀輝執導 謙世森監製的有殺有陪 就挽回所有分數 不僅帶出故事主旨 笑點雖然重口味 但都算是這樣 影評人將雞就給兩個喜 雖然 雖然 雖然